持续的跟美国司法界角力的前总统川普 他企图推翻2020的选举结果 川普跟其他18名共同被告 是被乔治亚州一位女性检察官叫威利斯起诉 而川普使出的另外一招呢 是由他的律师团向法院提出动议 先翻任女检察官跟自己雇用的特别检察官 谈办公室恋爱涉及利益冲突 因此呢要求法官撤销他起诉川普案的资格 这个女检官作风强悍 在听审会上表明 她跟当时的男女交往 所有的花费军摊没有任何不法的利益交换 也痛批川普的律师团搞错退项 受审的应该是川普 而不是反过来审问检察官的感情私生活 美国前总统川普因为企图推翻2020选举结果 去年8月与其他18名共同被告 遭乔治亚州福尔顿郡检察官威利斯起诉 当时这名女检察官遭到川普支持者恐吓 强悍的回应令外界印象深刻 不过现在他却得坐上证人席 向法官交代自己的办公室恋情 捍卫他起诉川普案件的资格 今年1月川普案其中一名被告 向法院申请动议 指检察官威利斯与他雇佣的特别检察官 韦德是恋人关系涉及利益冲突 要求法官撤销威利斯起诉案件的资格 川普律师团指威利斯雇佣男友 可以让他获得65万美金的薪酬 而两人出游度假费用 如果由南方支付的情况下 就涉及了利益冲突 不过女检察官表示 交往期间的花费全是AA制 而且他全部付现 特别检察官韦德也出庭作证 证实交往期间威利斯从不让南方为自己买单 两人还多次为此争执 川普律师团也质疑威利斯和韦德 在2019年承办川普选举案件时就交往 借此证明威利斯雇佣情人 是想为他创造收入 但两人都否认 表示是在2022年承办案件期间才开始交往 整场听审会 川普律师团都穷追猛打 感情私生活 也让威利斯大为光火 痛批真正要受审判的人 是川普和同案被告 怎么搞得像是检察官出庭受审 两天听审会结束后 乔治亚州高等法院法官将做出裁决 如果认定检察官威利斯行为不当 有违纪情势 可能会撤销他起诉川普案的资格 案件将暂停争败 直到州政府机关指派特别检察官接受 这也是川普律师团想要达成的拖延战术 法律专家分析 如果川普想要因此撤销起诉 可能性为乎其为 川普面临四项刑事起诉案 纽约州最高法院法官15号驳回了川普律师团的撤案要求 裁定川普必须为A片女星封口废案34项的诈欺罪 在3月25日出庭受审 川普接下来恐怕得一边跑竞选行程 一边跑法院了 TVBS新闻组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